大家好,繼續回到我們即場教導知識別的環節 這一節會開通我們的電話 有事想問,不妨打電話來問Jason 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是可以發電郵過來 Email address是ask.bschannel.com 我先介紹一下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在旁邊 Jason早安 早安 不如先聽聽電話,黎小姐 早安,主持 你好 135和2883,兩隻,你幫我選一隻 未有貨 我們先看135,坤能源 12.22 今天升市也要跌,跌超過1% 可能會受理於非居民用的天然氣價格上升 這個消息所影響到 另外一隻,2883中海油田服務 這一隻來講,今天不錯的表現來講 升近2% 升2號,6指報14.68 怎樣部署兩隻股份?二選一 對於坤能源最近的走勢相對比較弱 特別你見得到之前中央方面 說要加非居民用的氣價之後 其實大家都開始擔心 究竟對於這些中海油的燃氣分銷商來講 整體的經營成本方面 會不會因此而增加呢? 就算有些報道說 那些燃氣商都能夠通過加價 來將成本轉價 但是大家亦都會想一想 究竟當那個 下油燃氣方面的價真是提升了的時候 會不會都令到一些最終的用戶 包括可能一些工業 或者可能一些運輸公司等等 都可能會有個考慮 就當你的氣價上升了 我就用少些 變相都會令到整體那個燃氣的需求 可能因為加價的因素而減弱的 所以你說這個困擾都令到均勻能源 在最近一個星期左右 都由14元這些高位一跌就跌了 度到現在接近12元邊 特別你看到它在這個星期初的時候 連續兩支的大陰燭跌了下來 所以你說單看技術的走勢上面 暫時來說這一支都算是比較弱勢的股份 我自己看如果你說真的要入這一支 都不妨是等股價 接下來有機會再落一落去 可能11.5左右這些低位 到時候才考慮 相反如果你說另外一支2883來說 整體的走勢就相對是比較穩定一些 但是都要留意 因為始終它在前日升到上去那條20天線 大概是15.2、15.3這些位置的時候 都是頂住了 證明了這個位置的阻力都仍然是比較大些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進去都真的要搏去 接下來這一下再升上去的時候 能夠可以突破到那條20天線 那現在那條20天線就大概落到15元左右 但如果你說今次買了之後 發覺它接下來上到15元這些位置 都仍然是穿不到 到時候便要小心一點 OK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謝謝你 OK 好 多謝這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OK Jason 不如跟我們快點說市況先 因為今天來講繼續有得升 大家都看到新聞 就是歐陽行方面 也都出來說話 繼續安撫大家的投資者 也都是承諾會將低息的環境延長 也都看到歐洲股市方面全線上升 而英國股市方面升幅更加達到3%不多 這個利好消息都刺激到港股方面的表現 暫時這個上升的勢頭又可不可以持續呢 這一刻來講升280點了 上去20748點 暫時應該怎樣部署 當然你說昨天美股無事 大家就把焦點放在歐洲 歐洲央行和英倫銀行方面 出道理的意識聲明 都仍然說回 當地走進那個所謂量寬的政策 短期之內都不會這麼快退市 甚至乎你說好像英國那邊都有些暗示 就說接下來可能會將利率進一步下調 甚至乎可能會進一步將量寬的規模擴大 所以你說這些因素都令到短期的市場氣氛 是叫做做得不錯 但是說到最後你說港股要升 最大的關鍵都仍然是看回內地A股的 你見到今天A股來講的表現都還是比較弱些 所以如果你說A股都仍然只能夠 是徘徊到在2,000邊這些位置走的 沒有一個明顯突破的話 我相信你說行節升到現時 現在Around 20天線左右 都未必說這麼容易可以向上突破到 而且都要留意因為昨天的升市 雖然好像在指數上升了三百多點 但是看回成交額方面 就只有四百多億 如果你說這個情況去到今天也是延續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不要對於整個大市 抱太大期望了 既然歐洲股市方面受到這些理好消息大動之下 資金流方面又是怎樣呢 是否現在全部都追捧歐洲股市方面的情況 反而匯市方面可能就有一個弱勢呢 你看到基本上當大家都仍然覺得資金仍然是充裕的 以及歐洲方面仍然是保持一個寬鬆政策的話 對於歐元來說 就一定是比較一般的 因為始終大家都明白 美國方面 接下來就有機會會減那個QE 但是歐洲都說明了 現在的失業率仍然都是高 以及通脹仍然維持一個低水平的時候 相信那個寬鬆的政策 或者一個低息的政策 起碼都要去到下年的年終打後 才會有機會慢慢扭轉 所以當大家都認為美國的退市時間會比歐洲早 那美元對歐元都一定是會偏向一個強勢走 反而你說對於歐洲的股票來說 或者對於香港一些和歐洲聯繫比較高的股份 例如好像匯控來說 都會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匯控也都看到這個低息的環境來講 都刺激到國際的金融股表現做好 好像匯控方面我們先跟進股價 今天來講就帶動到港股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升幅方面超過2% 正在升過9% 上回就是82.95% 既然是這樣的話 匯控可不可以提過一線 匯控就是我自己覺得 你說去到80元左右的位置 其實應該都屬於一個挺抵賣的水平 你說過去兩三年 匯控一直都被人批評 就說他的成本又控制得不好 在那個新增的一些業務上面 又沒有什麼太大進展 特別是那個申請市場方面 都好像做了很多年 但是那個起色都不算很快 所以變相就拖累到 那個收入增長方面 一直都是比較緩慢一些 但是你看到他最新出來的那份業績 就是說說今年的上半年來講 其實整體的表現 都相對於在上兩年來講 是好轉了 特別就是那三大的指標 包括就是那個ROE 另外就是那個成本對收益的比率 再加上資本充足比率 最新的一份業績方面 都顯示是能夠達到標 以及集團管理層都說 就是過去那兩三年 經過不斷出售業務 以及不斷精簡人手之後 基本上你說 未來的成本都能夠可以 就儘量去到降低 只要你說現在全球的經濟 特別你說見到歐洲和美國 開始都有一個復甦的話 我相信對於匯控來講 都是有一個投資價值在 另外就說現在你說歐元區 或者英國都繼續行一個 寬鬆政策 代表著這些金融企業 就能夠可以在吸納資金的時候 就以一個相對比較低的成本去做 他們拿到這筆錢回來 再投資去其他市場 對於這個收益率來講 都會有個相當大的幫助 所以你說歐元區 我自己覺得 去到這些價位 八十二萬八十三元左右 都是覺得 是一個不算太貴的價格 好 既然是這樣 除了匯控 Jason 有沒有其他股份 都可以衝勁歐洲方面做好 食證債低息的環境 例如友邦方面 可否看過一下 有沒有其他股份可以推介 你說友邦來講 我覺得整體的關聯性 又不是太大 因為始終你見到友邦本身 現在集中主導的市場 都是亞洲區這邊 特別你看到之前 你收購馬來西亞方面的ING業務 再加上韓國 泰國等等 或者新加坡的市場 其實大部分的業務 都集中在亞太區那邊的申請市場 所以就算你說歐洲方面 是回升 或者行一番寬鬆政策 但對於友邦來說 我覺得又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你說比較接近一點 可能都是渣打 你看到今天渣打 都好像匯豐一樣 都是有個不錯的表現 好 既然是這樣的話 都是集中在本地的銀行股方面 Jason 不如看看這個版的情況 先看回紅 暫時來講到83元 升近超過2.4% 恒生銀行升2元 升幅接近2% 佈184.5元 渣打方面升4.7元 174.8元 中銀香港升2元 佈23.75元 而東亞方面 升幅有超過2.7% 升7.5元 至於最新佈的在28.15元 Jason 其實講到本地銀行股 我想和你談談 H案的問題 或者最新的案息方面 大家都在講案為方 首先美國可能會加息 但歐洲方面的情況 反過來 但始終因為聯繫匯率的關係 我們一定跟回美國方面的走勢 案息方面也可能會上調 既然講到本地銀行股 有沒有什麼因素 或者一些資訊 可以讓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你說本地銀行股 現在面對著幾個難題 當然你說整體的那個 息口上升 特別你說美國 即是開始 接下來會減那個QE 會令到可能香港方面 某些的息口 包括你說按鐵方面的息率 都會上調 正常來說 你說加按息 都可能會叫做 對於銀行方面的 正息差方面 會有個幫助 但是同一個時間 就是說當你說現在 按息由低位慢慢加上去 對於市民來說 也都會有個負擔 覺得會不會接下來的按息 都還是會有機會繼續加呢 會不會令到 接下來的樓市方面 有個明顯的調整呢 當大家有這個預期的話 也都會令到他們在短期之內 再去入市買樓方面的意欲 就會是降低了 所以你說在短期之內 真的按息上調 即使能夠 一個淨息差 是可以擴闊 但是在那個 按揭申請數量 有機會明顯下降下 都有機會對於銀行來說 會有個負面的影響 再加上 就始終現在 在香港銀行 和內地那些銀行 都有一個相對比較大的關聯性 那即是說現在 內地說在水緊壓 都令到很多一些 可能內地企業方面 都要下來 香港方面 問回一些本地銀行那裡借貸 但是當如果你說 本身現在內地經濟都開始 明顯有個放緩的 甚至乎很多企業在接單方面 都是明顯減弱的話 那會不會 接下來都會令到部分一些 對於內地企業的貸款方面 會出現一個質素下滑的情況 甚至乎如果你說 有些貸款是借了給內地一些地方政府的 或者借了給一些內地的中小企 房產商的話 一旦那些客戶是未來還不到錢 或者遇到一個周轉問題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 令到香港那些銀行 出現一個外壞帳會上升 不良貸款比例會上升等等的問題 所以你說這些問題 都令到近來很多的本地銀行股 都真的跌了幾多下 好啊 那有沒有什麼買入的良機 才既然跌了下來 看看債中銀香港2388 最新來講 中銀行股上升兩毫子佈23.7毫半 因為都看到中銀香港下調了HON利率20點指 最低的就是1.91% 怎麼看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屬於本港最大一個按揭業務的銀行 表示本地的樓市對它來說的關聯性相當高 之前大家擔心 當美國未來真的有機會減QE 如果債息又開始上升的話 會不會都令到本地這些銀行有一個加按揭的壓力 但是如果你看回中銀香港剛剛的動作 就反而將那個按揭調低 其實他們都明白到 如果在短期之內要將那個按揭加的話 必定是會令到整體賣樓方面 或者申請按揭的人會大幅減少 所以就算你說明知道 接下來美國方面有機會退市 但是現階段看到本地的銀行 都不是說真的那麼積極 將那個按揭息率提升 反而你看到部分銀行 你說好像中銀一樣 都寧願將那個按揭再減低 但是減低還減低 但是始終如果大家對於 未來樓市都有一個調整預期的話 現階段我相信整體那個賣樓的人士 整體那個二手樓的成交方面 都未必說會重新回到一個活躍的水平 所以對於中銀香港按揭的業務來講 仍然都仍有一個隱憂 OK,好,謝謝Jason 非常精彩 我們都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也是Jason在身邊 跟大家聊天 有東西想問就把機會 馬上打電話來 電話易事204-6566 我們稍後再聊